是什么动脉让日本整整风景42年 直到2012年才搬上荧幕 又是什么情节让日本也接受不了 因为真的没有人性 饥荒时代 饿瓢遍野 人开始吃人 真的太饿了 饿到不顾一切 一个骨瘦如柴的母亲 挺着大肚子 艰难前行 来到一座破庙 母亲快要生了 已经饿到没有力气 但一阵啼哭声响起 母亲还是生下了她 都说乱世出英雄 但这次没有英雄 只有这个刚出生的男孩 这时一条恶狗扑来 母亲扬起斧头 母爱的力量 让母子俩逃过一劫 母亲说 快长大吧 我的孩子 可没有食物 自己都活不下去 该怎么养活这个孩子 母亲发现一具尸体 她的内心在煎熬 屏幕一黑 她还是吃了 可接下来又怎么活下去 母亲已经饿到极致 她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 失去了人性 举起孩子 将她扔进了火堆 看着烈火中煎熬的孩子 母亲醒悟了 发疯死地跑开 命不该绝 天降大雨 男孩活了下来 人啊 有时候活着 比死了更痛苦 七年后 依旧是战乱和饥荒 男孩手吃一把利福 不会说话 不懂人言 活在了这个残酷的时代 可利福 对付的不是野兽 而是人 这家快饿死的人 男孩冲了进来 他什么都不懂 只知道 饿了要吃肉 而最好捕食的 就是人 这是一部 只有成年人 才能看的动漫 因为真的太残酷 某扮评分8.2 看过的人这样说 漆黑的雨夜 是这个靠吃人长大的男孩 最好的捕猎时间 直到这天 男孩遇见一个老和尚 他又扑了上去 可老和尚无意高强 他根本不是对手 和尚一眼就看出 他吃过人 佛眼一开 惊呆了 男孩身后 竟是佛教六道之一的阿修罗 和尚把他带了回去 决定教男孩做一个人 他教他的第一句话 男孩不懂 但还是艰难地念了出来 和尚很欣慰 从此 男孩有了名字 阿修罗 但天性就是天性 阿修罗再次踏入社会 因为啃食乌鸦被村民当成了怪物 还咬死了欺压村民的地主儿子 阿修罗遭到地主的追杀 一番打斗后 不慎掉入悬崖 生命垂危 如果说老和尚是阿修罗 生命里的第一树光 那么女孩弱霞就是第二树 弱霞救下了她 帮她爆炸伤口 还给她东西吃 她从未见过这么顽强的孩子 弱霞知道了她的名字 她决定收养孤苦的阿修罗 教她说人话 陪她玩耍 阿修罗很喜欢她 她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温暖和快乐 但弱霞只当她是朋友 弱霞说 大山后有一座繁华都城 要和她一起去看 而她就是做苦力的七郎 阿修罗的心乱了 开始无时无刻盯着弱霞 目睹和七郎离开的弱霞 阿修罗陷入了痛苦中 一个暴雨天 阿修罗提回了斧子 凌空一斧 披伤了七郎 这是弱霞第一次对阿修罗发火 他骂他 畜生 阿修罗的心碎了 从此 他又孤独一人 与力斧为伴 强烈的痛苦中 阿修罗爆发出修罗之灵 洪水席卷大地 他陷入了疯狂 再次走向了杀生的不回路 陆入深渊的边缘 老和尚再次出现 点化了阿修罗 阿修罗顿悟了 和尚欣慰的流下了眼泪 汗情加重 食物越来越少 一些恶极的人 甚至拦路吃人 若霞的家 也开始缺粮 父亲甚至想把他卖了换粮 他四处求助 但谁又不是一样悲惨 父女俩已经快饿死了 阿修罗来了 他冲进地主家 杀了马 又来找若霞 拿出了马肉 可若霞根本不信 觉得阿修罗又杀人了 父亲却不管什么肉 他已经饿疯了 阿修罗递过肉 他不吃转过身 说是马肉 他不信 还是不吃 阿修罗崩溃了 把肉拼命塞进他嘴里 因为他快死了 这时地主追过来了 阿修罗只能出去营底 漫山遍野都是杀他的人 他被逼上吊墙 陷入了绝境 他冲了过去 还是掉下万丈深渊 一个寒冷的冬季 阿修罗出现了 他与若霞的尸体擦肩而过 这个女孩还是死 死在了自己的执迷里 阿修罗哭了 他的光走了 多年后 阿修罗也成了阿修罗 那个六道之一的佛陀 影片最后说 即使背负起罪业 也不辜负这上天赐予的生命 努力活下去 世界因此而美 是啊 人有兽性也有心